就是很多同学问我说 老师高手做企业和普通人做企业 有什么不同呢 对不对 我就问他们下围棋 你看下围棋的高手 他的下的每一个棋子 都是为了形成网络优势 你看我们中国之间的永康 这个县级市 他为什么在全球五金 这个产业有竞争力呢 在于他形成了全球产业链 就五金产业链上的优势 你看在中国 每十上门中 就有七上门是永康厂的 不管是防盗门还是审美门 在全世界 每十个杯子里面 你们包括那个什么 虎牌的保温杯等等等等 就有五个是永康生产制造 在全世界 在十个电动工具中 就有六个永康厂 所以一个人 如何才能形成竞争力呢 就是你每天干的每一件事情 是不是有利于你 下一个事情的什么 目标的大臣 就是形成一个同一方向的 叠加效应 而不是同一篮头 洗一半子 这就是高手和普通人 他做人做事情的逻辑的不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